美國總統拜登日前訪問波蘭 演講中有九個英文字 沒按照講稿說出了這些話 拜登脫稿演出引發各界揣測 美國最終目標是不是要迫使 讓俄羅斯政權更替 回答簡潔有力 卻難以平息外界的疑問 因為拜登不想讓普丁繼續掌權 似乎暗示著美國對俄羅斯 有更激進的政策 這回讓拜登不得不趕緊加碼解釋 結果拜登坦言脫稿的九個字 只是為了表達憤怒 卻同時拒絕道歉 恐讓國務卿布林肯 日前的滅火動作白忙一場 從國務卿到白宮各個努力澄清 凸顯美國政府也清楚 拜登這番言論 可能鼓吹俄羅斯發動政變 恐讓全球局勢 陷入更不穩定的局面 而且拜登的食言風波 甚至不是第一次 又是筷子手 又是戰飯 拜登不斷對普丁言語攻擊 外媒分析表示 這反而是給俄羅斯當局 利用國際社會的不友善態度 來合理化入侵行為 而一直以來負責調停的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忍不住動怒 自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以來 外媒分析拜登的行為卻逐漸深化美俄衝突 民眾對拜登失去信心 又高達七成的民眾認為拜登正帶領美國 邁入錯誤的方向 拜登的支持率甚至掉到40% 創下上任以來新低 看來烏俄戰爭這把火 將燒到11月的其中選舉 左右美國國會的選情